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个病毒好像消失了 结束了 不知道去哪儿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有一个问题不得其见 阳光的人好像就是 没有人在关心这个疫情问题 回归了正常生活 该干啥干啥 甚至有的人连口罩都不戴了 也没见谁再次感染 没有阳光的人就算是躲过去了 有一个朋友啊 他前段时间就是很害怕 上半时间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和谁都不敢说话 中午自己待饭 每天吓得瑟瑟发抖 可是最近他发现 好像没啥事 病毒不见了 他再也不害怕了 每天就是我们打成一片 周末忙着去菜市场被凉货 回家就洗洗手 连酒精也不喷了 结果这么多天过去 啥事也没有了 珍藏得很 你说奇怪不奇怪 那刚刚开的时候 病毒真是可吓人了 出门一趟就被感染 甚至有人一直在家里面 待着就能感染上 十几天的时间 80%左右的人 你说奇怪不奇怪 大家新年好啊 2023年的广州月秀区 西湖路营春花市 已经全面回归了 虽然今天是年二十七 花街的灯光 装饰和棚架 已经搭建好了 现在看到这几只兔子 就是我们的花街中心 它在我们的大佛子 外墙灯色的影照之下 广白的大头目 双辉影之下 显得整条街都相当辉煌 很漂亮的场景 已经一早吸引了很多 我们广州的街坊和游客 过来打卡了 你看看 那些红色的灯笼 多有年尾 快点和你喜欢的人 过来拍几张漂亮的照片 那花街是会从年二十八开始 一路到年三十万的钟声响起 到时倒数完毕之后 人朝散去 那我们的临时商铺 就会立刻拆除 所以这几天 大家一定要拿着时间过来 走几个漂亮圈 兜回好运 准备过好我们的2023年 兔年春节就要来了 广州人节前的重磅活动之一 行花市买年花就要安排起来了 今天我们来到广州南沙东冲镇 我们一起来跟着镜头看一下吧 因为很不容易迎来三年才有花市 所以终于觉得有过春节的感觉 今年就非常棒 因为首先今年是我们开放的第一个春节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呢 我觉得今年的人特别多 因为首先这几天天气很好 也不下雨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大家的热情很高涨 今年应该有很多流税过年的人员嘛 所以我都能感受到大家非常的开心 也很热情 平时我在买东西的时候 大家都很开心的感觉 就洋溢在脸上 然后今天的话 大部分都是一些购买年货啊 春节礼品啊 有些对联啊 灰春啊什么的都有 所以说我觉得生意还是蛮不错的 我也非常期待今年能够大卖好吗 三年过去了 那这些第四年就开花市 每个人都好像有新的新气象 新年新气象 这样的东西啊 碧蓝啊 大卖蓝啊 日本海团啊 蠔花啊 那些那些那 帮盒啊那些啊 瓶吉万朗啊 比利士道传啊 茶花啊那些都好嘛 那些都好嘛 很隆重 搞到花式很隆重 很感恩 冬冲镇的镇羊 镇羊 领导人 那些 卖年货了 这下饱饱多好看 这非常是我们东北最爱 买肉的 买肉的人就是多了吧 吃吃吃吃 炸鱿鱼 吃了好多加热了 摆得多漂亮啊 本来要过去 看颜色一样一样的 炸到不再不重要 主要是摆得起 等来卖猪肉 五斤七十块 看着肉啊 东北人就能吃肉 自家三羊小劲 OK 这是什么 你 感谢观看